哈囉大家好我是Lumi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皇室貿易了 然後就是要找這個商人來做皇室貿易的部分 然後因為他的時間呢是在 就是3點6點9點這種整點的時間才能做貿易 所以我們先來把我們的箱子先準備好喔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那個煉金的箱子 他的話是要純粹的試驗粉這個要20個 然後這個是提示要也是20個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就是皇室的煉金 然後就把我們需要的材料放進去 然後他就會開始進行加工了 因為這個是劍錫的箱子是最初階的箱子 然後用我們的材料有40個可以做出兩個煉金的箱子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做出來這個劍錫的煉金箱子 我們就來賣給這個皇室的納貢小姐 我們就點選到藥品這邊 然後因為剛剛其實是30個現在已經剩下12個 所以我們就先賣給他 因為他的一個賜服器啊只有20到40個左右的箱子 所以很快就會被大家搶完 所以你看就下面這邊其實已經有供貨完畢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不是把箱子給他之後 他就會給我們這個煉金的印章 然後他集到一定的數量就可以換東西 那現在要帶大家去看一下其他的皇室交貨地點 那現在要去的地方是貝爾利亞的那個皇室釣魚的部分 那我們先跑到貝爾利亞吧 因為現在就剛好更新了 然後岩路上都是櫻花真的超美的 那其實啊這個釣魚的納貢人員就是靠近海港 就變幾個先生 然後我們就把剛剛釣到的魚都賣給他就好 欸? 喔?因為可能太晚過來就是已經販售完了 但是因為其實他的價錢差蠻多的 因為他上升250% 像青魚原本6000多塊 在這邊可以賣到15000耶 其實是蠻划算的 好吧 那現在就只好我們去看一下就是 煉金的那個商品的兌換處好了 那這邊啊就是皇室煉金的那個商品兌換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納貢的人員 這邊就是他紅色這個字就是可以換的商品 但是因為我現在數量還不夠就沒辦法換 我的目標是想換這個啦 因為他可以增加移動的速度感覺還不錯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可以做一些交易的部分 然後因為數量的話其實剩的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可能比較偏遠吧 結果啊我剛剛不是有一些魚賣不出去啊 我就決定把它做成魚乾了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做成炸魚料理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那個炸魚料理吧 它是要用兩個魚乾 然後兩個沙拉油 然後再三個麵粉 好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炸魚的箱子呢 因為等一下可以把它做成炸魚的那個箱子 就可以拿去做皇室貿易了 我們現在就來把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炸魚料理來把它裝箱 然後這次料理的話是要按這個皇室料理的包裝 就來把我們的魚給包裝起來 它是20個一箱 然後我們可以做成兩箱 那我們現在就來這邊一樣是找這個娜貢小姐 就來把我們剛剛用的這個魚 欸?不會賣我了嗎? 那現在因為我剛剛不是沒有賣掉我的箱子 所以我現在要跑到奧爾比亞這邊 來看看還有沒有箱子可以賣 然後現在是要賣料理這個 欸?還有剩耶 我們就趕快把它賣掉好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這是我剛剛獲得那個料理的印章 那我就要來繼續加工我的箱子 因為我還有一箱還沒有做完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跟分享出去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唷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